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 保罗再一次的请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 不要因为保罗很直率的,指出了很多他们在真理上不正确的地方 就对他们把心门关起来 保罗说真的,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们好好想一想 我们未曾亏负过你们 未曾败坏过你们 也未曾占过你们的便宜 并且我们常常把你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算我们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 心里面总是有你们 还记得保罗为什么会从亚洲土耳其北边的特罗亚 在那边明明神就让他也如火如土的在进行福音的工作 可是他却心里不安 因为他一直没有等到提多来 为什么没有等到提多来 他就心里不安 因为提多被奉派到哥林多教会去了解 到底哥林多教会现在他们回转归向主了没 他们对保罗现在的态度又是如何 保罗一直觉得 从哥林多前书到哥林多后书已经快要一年了 哥林多人很多对他的误会一直都没有解开 然后真理的运行在哥林多教会 也被很多以前他们信主之前 希腊罗马世俗的观念所蒙蔽 所以保罗就一直心里面挂虑哥林多人 所以提多没有回来 他就不知道哥林多人现在状况怎么样 他干脆他就离开亚洲过海 到欧洲希腊北部的这边的马其顿 因为这样就可以更靠近 这个希腊南部的哥林多 保罗说你们都在我的心里面 并且呢 我才敢大 我这样才敢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 我也常常因为你们的缘故 向别人夸口说 其实哥林多教会很棒的很优秀的 他没有像你们所认为的这样一无是处 保罗说 我们在一切的这些福世主的患难里面 辛苦里面 常常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可以得到格外的快乐 所以保罗说 你们在我们心中不是一无是处 我们其实在别人面前常常夸奖你们的 真的 所以不要对我们把心门关起来 第五节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祂来 也借着祂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祂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保罗说 我们一路上从以弗所 到了特罗亚 又过了海盗欧洲的马其顿 真的是 一方面主为我们开了福音的门 我们带领很多人信主 可是一方面仇敌也兴起很多人来攻击我们 把我们弄得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 痛苦 甚至害怕 那保罗就说呢 但是呢 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哇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讲 我们为主传扬福音的人 为主站立的住的人 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 也会多得基督的安慰 因此在这边的第六节说 那会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 保罗说我们很灰心 很丧气 很软弱 可是神就来安慰我们 怎么安慰呢 第一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因为保罗一直挂念他的同工提多 那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哥林多人 这边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哥林多人怎么安慰了提多的心呢 因为提多看见了哥林多人 回转归向了保罗的劝民 因此提多的心就松一口气了 提多也被安慰了 他就继续把这样的一个事情 赶快跑回来到马其顿 跟保罗讲 因此呢 保罗说 因提多他把你们的想念 还有悔改的哀痛 和向我保罗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哇 叫我更加欢喜 各位啊 你想一想保罗啊 他自己现在怎么样 自己面对这么多身心灵的攻击 搅扰 逼迫伤害 可是他说呢 最让我得安慰的 还不是我个人所面临的这些 仇敌的攻击伤害 神把我 把这些东西挪走了 所以使我得安慰 不是的 他说 最大的安慰都还不是这些 最大的安慰 是知道你们回转归向神 这像不像是一个 充满慈爱的父亲的心情 一个慈爱的父亲 他最快乐的事情 还不是他自己的劳苦重担 被挪走 一个慈爱的父亲 最大的欢乐跟安慰 就是他的儿子 浪子回头了 这是最叫他得安慰的 让我们看见保罗一个 牧者的心肠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 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战时的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第八节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因为很害怕 信写的口气太重 所以呢 保罗就担心他们这些关系 以后拉不回来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封信 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战时的忧愁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保罗说 这个很感谢主 我那封信 虽然是你们暂时忧愁 那看起来好像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亏损 但是你们后来 照着那封信 给你们的劝勉 你们就照着神的意思 悔改了 所以呢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是在 你们的忧愁中 就生出懊悔来 就在神的心意里面 回转 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怎么样 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保罗这边讲的真好 忧愁有两种 一种是为世俗的事情忧愁 结局是叫人死 这种忧愁 不会有好的结果 世俗的忧愁 就算你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但在神的角度来讲 你最后 你还是会一无所有 你还是会灭亡 但如果照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是被神的真理的光 照进去你的黑暗的时候 一开始你一定会不舒服的 你想一想 你本来在黑暗的房间中睡觉 可是你睡过头了 迟到了 老师打电话来说 怎么中午了啊 都还没有来上学呢 然后你的妈妈就 进到你的房间 把灯打开 照亮你 叫你起床 你在灯打开 照亮黑暗的奈刹那 你一定很不舒服 你一定会有 从神来的忧愁 叫你不舒服 可是当你愿意顺服神 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会怎么样 这个灭亡 你会以致得救 你就会生出 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一死忧愁 从此就生出 何等的殷勤 自诉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责罚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乃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 表明出来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们众人 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 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十一节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恕自恨 就是自我反省 自我悔悟 然后恐惧想念热心责罚 也就是说 就敬畏神的那种恐惧 然后就想念起神的恩典 也想念起保罗对他们的好 然后就产生一种热心 愿意来跟随主 然后想起不要在最终 继续被神来责罚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你们都表明出你们是洁净的 表明出你们是被分别为圣 单单归给主的 你们不走在世界的这个规则里面 你们是从世界被神呼叫出来 成为神的百姓 分别为圣 然后呢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就是你们当中有些人软弱犯罪 甚至在批评我保罗的人 我写这封信呢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就是我保罗 被你们亏负了 我这封信都不是这两个重点 是乃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实在是顾念我们的热心 表明出来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保罗说我写这封信 虽然言辞比较直接严厉 但是我敢写这封信 是因为我相信 你们虽然读了这封信的时候 一开始会不舒服 很像光照在黑暗里面 你们一开始会有忧愁 可是呢 以我对你们的认识 以及我在耶稣基督面前 对你们的信心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改变的 因此呢 这就是保罗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的心态 那说 故此我们最后终于得了安慰 证明当初我对你们的信心 是没有跌倒的 并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提多夹在保罗跟哥林多交会之间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就更加的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保罗叫提多去送信 很可能提多也看了这封信的内容 觉得哇 这么的直接这么的严厉 他们可能会从此 把新门对你保罗关起来 保罗说不会了 以我这样子 用福音把他们生出来 我对他们的一些认识 应该不会这样 保罗还在提多面前 夸了哥林多教会一些事情 跟提多讲说你去你放心 神一定会工作的 他们也一定会回转 会向神的 15节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暂尽的接待他 那种恐惧暂尽是一种在 悔改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份 就是认真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求你常常给我们像保罗一样 这样的为父的心肠 有时候为了爱属灵儿女的缘故 爱周遭人的缘故 我们用爱心说实话 用爱心说真理 主啊可能一下子会使 听到的人忧愁 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求圣灵在当中来做工 让这样的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 而不是按着世俗的事情忧愁 主啊好让这样的忧愁能够生出得救的懊悔来 主啊求你在许多这样类似的事情里面来工作 你也来保守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不因为真理的光照 而使的关系毁坏 主啊你自己来做这样美好的工作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